赵本山与现人亲子玛丽娟是在搭档演出二人钻石枪时 两个人于1992年在沈阳举行婚礼 1997年2月7日 赵本山正在央视春昂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玛丽娟在沈阳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由于这一对小宝贝出生在牛年的中业初一 赵本山为孩子屈辱名为牛牛和妞妞 如今赵本山的两个孩子都已经21岁了 女儿妞妞从小性格外向能歌善舞喜欢表演 自当网络主播以来 人气爆棚 网民求求 在激励过数次整容之后 求求与小时候相比外貌有着巨大的变化 当然肯定是更加的美丽动人 再加上其父亲在圈内的影响 求求在网红界也称得上是风生水起 而赵本山的儿子牛牛比求求更多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 多才多艺 但人为低调 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近日有网友晒出了赵本山 儿子牛牛进赵 多才多艺 神思父亲聚心 牛牛赵一南 在国外学习的是企业管理 而且赵本山还曾公开表示 不允许儿子踏入娱乐圈 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的严格教导 熟悉他的人几乎都表示赵一南为人谦和 十分低调